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HiClubs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比较大的3D打印物件 用来配合我下期要开源的音频设备 这次这个3D打印物件的大小 已经超过了我的Undershand的打印范围 于是我就入手了我的第二台3D打印机 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猜猜 我这次入手的这个3D打印机是哪一款 3D打印机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次选的是来自Anikubic众位立方家的Mac X 一款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机器 我在之前买Undershand的时候 就详细了解过这款Mac X的弟弟 Mac S 都是口碑和销量都很不错的机器 因为这次升级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打印尺寸 所以我就直接入手了这台Mac X 这款机器带的配件还是相当丰富的 该有的东西基本都有了 还格外送了一卷PLA打印耗材 这是一些小工具 这是一个备用的喷嘴 这里还有一张SD卡和读卡器 下面我们先不给它组装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主机里面的构造 不然装上去以后再拆就不方便了 这就是这款3D打印机的底部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共有四个脚垫 下面两个是固定实的 上面两个脚垫是可以通过旋转来调节高度的 这样放在地面上来调节高度 使它更平 我认为这个设计是非常棒的 下面我们就把底下盖板给打开 再看一下里面的布局 这就是这款3D打印机的内部构造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大个的明尾电源 明尾电源的品质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 我前段时间刚刚买了一块明尾电源 用来驱动LED 做工是真的太棒了 当然价格也非常贵 电源的右侧就是这个主控板了 奥特麦克256的主控 上面是散热风扇 风扇下面就是这些电机驱动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A4988的驱动 都这个价位了 还用这个入门驱动有点说不过去 这块要给个差评 好在这个主板是支持更换驱动的 正好我手里也有一些TMC2209的驱动 换上应该就更加完美了 不然噪声一定会是比较大的 上面就是这个三大音机的触控彩屏了 再往下面是一个大功率的热床控制板 其实这个主板是有热床控制直出的 但是我分析可能是热床比较大 主板直出的这个功率不一定能够 所以单独加了这个控制板 单独从这个电源取了一路电 这样应该就会更加稳定 再往下面就是X轴 Y轴的这些控制信号接口了 往左呢是Y轴的不进电机 这个呢就是电源输入接口 下面我们就将这台三星打印机完美的组装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端完以后我就尝试打印了几个小东西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打印效果 整体使用下来的感受和我的Andersand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都是爱萨罗门结构 但是这款Mac X应该是更郑重一些 因为两款打印机的这种控制有很大的区别 Andersand是单四感单侧台起 其实与单臂结构的3D打印机很像 会稍微好一点 而这款Mac X是双四感双电机 而且是这种四感一体化的电机 不需要连轴器 这对J轴一定是非常有益的 这点也是我最终选择这款Mac X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时RX轴大家可以看到 两侧是各有一个附近电机 一个是RX轴动力的 一个是挤束机的 这个重量正好平衡 除此之外 这款Mac X的配置算是比较高的了 比如它加入了断料检测模块 这在打印非常大的物体是比较有用 因为打印时间长不能一直守在旁边 如果因为料用光了导致打印半途而废 绝对会让人崩溃 同时这款机型的挤束机也升级到了远程的泰弹挤束机 泰弹挤束机在打印TPU材料的时候会更有优势一些 平台也升级到了金额玻璃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金额玻璃 确实非常好用 热床温度高的时候掰都掰不下来 冷却以后就可以轻松拿下来了 最后就是它这个整机设计的非常好 电源电路板都做了内部隐藏 使用起来会更加安全 缺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驱动芯片给的实在是太垃圾了 如果不升级噪声感人 我目前手上只有三个TMC-2209的驱动 而这台3000打NGJ轴是双电机 所以我就只把X轴的Y轴的驱动给换了 但是J轴的还没有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J轴的噪声 我们再来听一下已经换了驱动的X轴 如果是1K那档的3D打NG 那无可获赔 但是到了2K档 我认为静音就应该是标配了 好在驱动是知识更换的 没做成和主板一体的 让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建议大家玩3D打NG 一定要使用好点的驱动 升级驱动这几十块钱实在是太值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这款打NG的驱动模块 和普通的驱动模块相比输出是反的 需要把不进电机的接线调反一下线续 不然运动方向就是反的 7PN软件上这款3D打NG使用的是Kura 并提供了预设 使用上没什么门槛 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后面我可能会出一些教程 来教大家如何在几分钟内学会建模 方便非工程类专业的小伙伴们入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这款3D打NG总体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 如果想一步到位我觉得这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在买之前也做了很多对比 目前来看这个价位应该没有哪台能跟它抗衡的 该有的功能基本都给到了 如果就是想入门想折腾 那这台不太合适 因为它没有给留太多折腾的空间 最后我要说一下大家在玩3D打NG时 两个最值得升级的地方 一个是驱动模块 好的几乎是一点造成没有 立马进入无声打印世界 再一个就是进个玻璃 我之前就被人安利过 但是不以为然 这次上手使用确实非常棒 从此远离峭边 这两个都是小成本解决大问题的东西 推荐给大家 OK各位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大家在3D打NG选购上面提供一些参考 同时希望大家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